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位高龄七十八十岁的婆婆 讨论的话题永远都离不开这些农作物 这也让嫁来大浦村的媳妇中秋香 灵机一动聚集他们一块来种菜 酿客家烟菜 带领阿嬷种菜就算烈日照顶 阿嬷们照样弯腰割菜 因为这些是他们的宝贝 也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你看他都跟我们笑 这菜是和我比较不熟 我自己的糖果都有打斗 你做家庭我们就没家了 用油啊控制了 你里面还有落泥呢 落泥都没有啦 这都 落泥就没吃 没用油啊落泥 落泥用油就死了 坚持不加农药的菜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曝晒更是美味的关键 菜采完了回来就是要晒 等它晒软的时候才去揉 而且还要翻面 然后高丽菜他们就是这样晒 然后晒软之后才用盐巴去搓它 制作烟菜手续繁杂 不过婆婆们不厌其烦 因为这些手艺可以透过行销 让更多人分享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它还是算是一个 蛮珍贵 蛮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干脆就把它们聚集起来 变成一个商品 那很具特色是 这个地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会做 那我们把每一户人家 如果可以把每一户人家的东西 都聚集起来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很有 很大量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行销出去 不加任何防腐剂的烟菜 是他们的累积经验传承 现在还要透过精美包装 变成招牌 就是我们刚才 上面在晒的高丽菜 我们把它变成是这样 一件一件的商品出来 尽管年事已高 他们心却不老 这群青春不老地 将客家烟菜的好滋味 延续下去 好吃 好吃 花园里阿嬷口中翠绿的微笑 幻化成玻璃瓶中美妙的滋味 岁月的积累 客家的传承 品尝青春酿 调味我的感动时刻